这个男人带着一背包金砖刚从末世穿越回来 就看到自己的女友被别人搂在怀里 而且这富二代还走到他面前挑衅说 你女朋友不错 很润 气得王斌上去就是一脚 差点就把富二代的腰子踹爆 可谁能想到 这次相爱多年的女友却冲上来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然后转头就对富二代嘘寒问暖 这一刻王斌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小丑 十年的感情竟然比不上富二代那些臭钱 然而女友怎么也不会想到 如今的王斌已经成为了让他高攀不起的世界首富 原来就在几天前 王斌为了凑钱给女友购买生日礼物 带练了一款末世游戏 没想到通关时竟被系统邀请进入末日世界 系统告诉他可以携带任何物品 在两个世界内自由进出 并且只要在末世中存活七天就能回到现实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末世中死亡就是真的大了 虽然风险很大 但如果能拿回值钱的东西 不就彻底走上人生巅峰了吗 为了薄红颜一笑 王斌决定赌一把 系统只给了他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准备生存物资 可关键时刻钱包却掉了链子 无奈之下只能找室友帮忙 兄弟俩二话不说掏出全部身家 果然这个时候还是好兄弟靠谱 二人把他推出宿舍 别婆婆妈妈的赶紧滚 准备好所有物资后 王斌给女友打电话报备 这几天有点忙没时间陪他 可电话那头的女友已经坐上了富二代的豪车 没有王斌打扰 更方便他们玩两个人的小游戏 此时还不知道头顶被种下青青草原的王斌来到末世 看到外面密密麻麻的丧尸 被吓得当场实话 好在他早有准备 不用为食物和水发愁 按照游戏里的套路用石头探路 成功将丧尸们引走后 拎起弓兵铲就开始探索地图 然而此时不远处的楼顶正有个人在密切监视他 王斌走了两步后也察觉到有人跟踪 警惕的向后看去 发现墙角有个人引 顿时紧张的冷汗直流 要知道在末世之中 人可是比丧尸更加恐怖的存在 想到此处他撒腿就跑 刚拐进旁边的居民楼 一个少女从天而降 把你身上能吃的东西都浇出来 不然就淹了你 王斌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妹子 立马抡起弓兵铲反抗 没想到妹子自带透视外观 瞬间看穿了他身上的弱点 一秒三脚踹着他怀疑人生 然后将匕首横在他的脖子上 再敢乱动就拉了你的大动脉 别冲动 包里的罐头肉和干粮都给你 妹子闻言 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下来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王斌从兜里掏出电击棒 立马让妹子尝尝爽翻天的滋味 看着他浑身颤抖的样子 王斌并没有趁人之威 而是给他留下罐头和水 随后就潇洒离开 妹子眼巴巴看着手里的罐头 这男人也太酷了 然而王斌刚离开大楼 就遇上了一伙强盗 三个壮汉不由分说直接动手 王斌砍伤一人后把腿就跑 逃出龙潭又入虎穴 这末世还真特么刺激 跑着跑着就被逼到一个死胡同 真都假都 老天爷你别这么玩我呀 三个壮汉不怀好意的追上来 敢弄伤我们虎头帮的人 今天就拿你的腰子下酒 给兄弟们好好补补 王斌暗道不妙 对方人多势众根本没法突围 不想这时刚才的妹子 已经悄悄绕到了虎头帮的身后 先是用板砖派晕一个小卡拉咪 然后使出倒挂金勾猛揣大光头 接着瞄准对方的弱点 干脆利落地把人干掉 剩下的独眼龙被吓得当场跑路 王斌生怕他回去叫人 非要追上去补刀 这时妹子却拉住他的衣领 把人拽了回来 丧尸还有三秒就要到达战场 现在跑路才是要紧的事 果然半分钟后 楼下便集结了成群的丧尸 王斌暗道好险 差点就变成丧尸的晚餐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他取出所有食物要和妹子平分 妹子感动得泪水流得稀里哗啦 你这土豪人还怪好的咧 这么多奢侈品都是从哪倒来的 王斌两手一摊 怎么搞的你别管 只要收留我七天 下次见面我会给你带来更多食物 为表诚意还主动交出电棍 现在我们可以和平相处了吧 两人互相交换名字后 便各自回到房间 王斌先是仔细检查门窗是否密封 然后开始在房间四处翻找 很快便从抽屉里找出了不少珠宝首饰 要是把这玩意拿回去 不就发大财了吗 还是先问问小月吧 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 王斌兴冲冲地推开小月房门 没想到就看到了 大家都不喜欢看的画面 小月脸色很难看 还以为他反悔了想拿回食物 得知王斌只想带走珠宝 又立马失去兴趣 这还有个保险箱 你要不要看看 再把保险箱打开后 王斌一脸猛逼 里面满满全是宝石和金条 这不是当场起飞了吗 通通打包带走后 王斌告诉小月 只要还能弄到这种宝贝 以后会给他弄来更多好吃的 小月顿时双眼放光 一言为定不准反悔 就在两人商量发财大计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小月透过缝隙向外看去 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一群手持武器的人类 正在穿越他布置的陷阱 带路的正是刚才逃走的那个独眼龙 这里不安全 咱们赶紧收拾东西撤退 片刻后他们找了一间新的别墅 看着楼下游荡的丧尸 王斌欲哭无泪 下面呜嗷呜嗷的这还怎么睡 于是拿出手机玩游戏打发时间 小月健壮当场呆住 你的手机居然还有电 可以借给我听歌吗 戴上耳机的小月 褪去横利的神色 乖巧的像个孩子 两人并肩坐着享受 末世中片刻的安详 当歌曲响起的刹那 他仿佛看到了 过去和父母在一起的典异 曾经快乐的日子 早已经一去不复返 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 察觉到王斌心疼的目光 赶紧摘下耳机还给他 手机很费电的 还是省个点用吧 王斌低头若有所思 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听完吧 小月眼里闪过一抹星星 灿烂的笑容 像是点亮茫茫夜色的星光 很快两人便互相依偎着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小月拿出地图分析局势 这片区域有四股势力 昨天他们惹伤的虎头帮 也只能排在第二位 其中最强的狂杀帮 拥有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大手 王斌不关心这些人怎么抢地盘 只想搜刮城市的金库 小月劝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这座城市最大的银行大楼 已经被狂杀帮占领 王斌无奈服额 看来短时间内 是没办法找到更多精挑 由于虎头帮还在到处搜寻他们的踪迹 两人在别墅连着狗了好几天 转眼间就到了王斌回到现实的日子 王斌把所有食物都留给了小月 让他在这七天猥琐发育 等自己办完事就回来找他 小月很失落 王斌的陪伴让他找回了久违的温暴 鼓起勇气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王斌此刻也是万分不舍 但系统制定的规则他也无法违背 只能安抚小月让他别害怕 他在原地消失 仿佛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 而此时的现实事件 一对情侣正在小树林谈情说爱 王斌突然从草丛里钻出 哈哈老子终于回来了 看向灯火通明的城市 这里和末世相比 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王斌第一时间拨通了女友电话 他现在迫不及待想见到最爱的人 可坏女人此时正在寿楼处陪富二代看房 本来不想搭理王斌这穷逼 可李公子乐趣未上升 小声开口 只要你和王斌摊牌 就给你付一套新房的首付 坏女人听后立刻爆出地址 让王斌快点来 王斌顿时舔狗附体 打算卖掉珠宝给女友买套大别墅 很快他就来到珠宝店 想找经理面谈 售货员见他一副穷酸样 让他有多元滚多元 王斌当场掏出一枚宝石 我要卖这个东西你能做主吗 售货员一脸不屑地拿起宝石 你拿假货骗人 是不是想让我报警抓你 再不滚出去我就叫保安了 喧闹声立马引起经理注意 他走到王斌店前一脸和煦 想看看这宝石的成色 看清后当场发出一声惊呼 恭敬地把人请到贵宾室 仔细研究半天才缓缓开口 公子确定要卖这颗宝石吗 王斌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当即让他开价 如果价格能让自己满意 现在就能签合同 经理被他的气势吓住 连忙擦干额头的冷汗 表示可以用八百万收购 王斌表面眉头紧锁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八百万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吗 经理急忙加价 这种宝贝有多少他就要多少 王斌见他如此有诚意 干脆把剩余的宝石全部卖给了他 看着手机上一长串的铃 王斌美滋滋地打车前往寿楼处 可当他进来之后 却看到女友依偎在别人怀里 直接愣在原地 女友更是用一巴掌将他彻底打醒 十年感情还不如一套房子试毁 这时寿楼小姐通知保安 要把他这个闹事的穷逼扔出去 王斌面色一寒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女人开口嘲讽 我们这个房子最便宜的也值五百万 你这种穷逼别来沾边 王斌文言直接被气笑了 五百万算什么 少说也得两千万的豪宅才能配得上我 就在几人拉扯之际 富二代李公子已经恢复神志 当即就要找回厂子 王斌当场掏出一块金砖 拍掉他两颗门牙 啰里巴缩地吵死了 接着亮出银行余额 这点钱够不够买你们的房子 经理看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你们三个立刻在大厅里跪着爬三圈 不然就卷铺盖滚蛋吧 随后谄媚地追上王斌 您看这样的结果满意吗 就这样王斌住进了价值三千万的别墅 还谎称自己中彩票 给两个好兄弟每人打了一百万 把剩下的钱拿回家孝敬父母 晚上提着一瓶毛子来到三叔家 眼看下一次去末世的时间就要到了 他借口想去打猎 想弄把气枪防身 三叔担心他去野外有危险 还附赠一瓶麻醉剂给他防身 很快又到了穿越的日子 这次他准备得更加充足 随着倒计时结束 系统自动开启传送 再次回到熟悉的房间 他愁愁满志准备干票大的 小月我回来了 女孩眼里蓄满泪水 激动地扑进他怀里视声痛哭 太好了王大哥 我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原来就在王斌回到现实世界后不久 虎头帮就派出了大量打手搜寻二人踪迹 而小月不小心中了埋伏 拼着受伤才逃出升天 赶回来的王斌得知事情经过后 便把他搂进怀里安慰 感动我的人你们死定了 当即决定铲除虎头帮为小月出气 因为末世里物资不足 所以四大帮派之间的争斗 还都是以冷兵器为主 而王斌准备的气枪 足以让他们在末世中横得走 但小月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对方人多势重 而他们只有两个人 可王斌却丝毫不慌 这次他还带来了一批雷管 现在四大帮派中只有巨熊帮有炸药 只要我们炸掉虎头帮的仓库 肯定能让他们狗咬狗 到时候咱们就能坐收鱼翁之力 在确定了作战计划后 晚上两人便悄悄潜入了虎头帮的老窝 绕开昏睡的守卫 直接来到仓库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物资 刚要放好炸药闪人 小月却心疼地抱着大米不撒手 王斌好说胆说才把他劝服 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警报声 原来是丧师们找到了他们打开的小门 也冲进了虎头帮的地盘 虎哥对手下大发雷霆 门都手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 这时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赶紧带人来到仓库查看 映入眼帘的就是即将引爆的炸药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虎头帮辛苦搜集的物资付诸一句 虎哥气得咬牙切齿 当场发誓从此和巨熊帮势不两立 而王斌则躲在通风管道里目睹了全城 剑计划顺利完成后就要离开 然而刚跳下管道 小月就发现情况不对 下一秒 门外突然涌进大批丧尸 两人的火力根本压制不住 小月决定独自引开丧尸 却在拐角处撞见了虎头帮的小卡拉咪 对方一眼认出了他的身份 刚要开口大叫 就被小月一枪送走 可就在这迟疑的片刻 丧尸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 王斌也不再做缩头乌龟 天神下凡一刀劈出 直接斩断了丧尸的脖子 虽然以前在游戏里见过太多次这样的画面 但这次真正面对丧尸 还是感觉头皮发麻 为了活命也只能拼一次 好在后面的丧尸数量不多 两人回到根据第十已经累到虚拓 此时委屈巴巴的小月 还惦记着虎头帮的大米 王斌健壮则掏出一大堆零食放在他面前 为了庆祝计划成功 今天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饿了一天的小月大口猛炫 王斌被他那狂野的吃相震惊的够呛 于是也跟着打开一瓶小麦果汁喝了起来 小月健壮也忍不住想来一口尝尝 可王斌却板起脸 小女孩喝什么喝 然而小月听后则气鼓鼓地扶着胸口反驳 人家已经不小了 趁着王斌回房间换衣服 小月双眼放光地捧起小麦果汁 一会的功夫就干掉了他所有的存活 王斌满头黑线 小心翼翼地把小月抱回房间 这颜值这身材 看得他心底的邪念蹭蹭往上窜 赶紧给自己两个大逼洞 然后逃出房间积攒功德 等他离开后 欲擒故纵的小月委屈巴巴地看着紧闭的房门 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两人都忘记了昨晚的尴尬 全副武装出门继续找四大帮派的麻烦 刚走了两步 小月突然拦住王斌 一股肉香扑鼻而来 吃货的属性当场就圆形毕露 不顾王斌阻拦把腿开冲 两人顺着香味来到楼顶 却发现狂沙帮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这时楼内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娇斥 站住别动 再往前我就开枪了 带头的绿毛嚣张喊话 呦 苗警官在家呀 把你们的食物分出来一半我们就走 不然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苗如云深知妥协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 果断开枪射中一个小卡拉咪 别婆婆妈妈的 要打就放马过来 狂沙帮的一群亡命之徒不要命的向前冲 还有枪手对着窗口疯狂射击 苗如云和师父老李只有两把枪 在火力压制下根本无法露头 眼看狂沙帮就要攻破楼门 王斌指挥小月帮忙 一枪干掉了对方的枪手 此时苗如云终于找到机会还击 在两人的前后夹击下 狂沙帮被打得溃不成军 绿毛赶紧逃进旁边的大楼 喊话认怂求苗如云放他们一马 两人面面相去 但又不能让狂沙帮的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伙呢 苗如云灵机一动向对面喊话 既然狂沙帮认栽了 咱们就饶他们一条狗命吧 王斌心领神会 那就放他们一次 狂沙帮的可以滚了 等人一走出大楼 王斌立马让小月开枪追击 绿毛赶紧拉过一个小弟挡在身前 逃出小月的射击范围 王斌让他继续守在这里 自己则拿着食物 去找苗如云谈合作 举起双手表明诚意 苗如云也想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得到允许后 王斌便继续向前 刚走进门口 一把银色手枪突然抵上他的脑门 把你身上能吃的东西全都浇出来 原来是苗如云怀疑王斌是四大帮派来的奸细 但王斌包里的食物却让他们双眼放光 毕竟奸细可不会随身带着这么多食物 而且王斌还说未表诚意 可以将食物全部送给他们 苗如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而且刚才出手相助说明他也不是坏人 王斌见他收起枪 便开门剑山邀请他们一起对抗四大帮派 苗如云拒绝的干脆 因为这里除了他之外 只剩下一群孩子还有腿部受伤的老刘 根本不可能陪他冒险 王斌还想再努力一下 表示只要他们同意合作 以后食物他全包了 看到王斌自信满满的样子 苗如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这时孩子们站了出来 能在末世中活下来的 几乎都和四大帮派有着血海深仇 他们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复仇的机会 苗如云无奈答应加入 但和王斌约定 真正能配合他的也只有自己一人 不到万不得已 坚决不能让这些孩子们冒险 能得到苗如云这个靠谱的队友 王斌乐开了花 随后便带着一大帮人回到根据地 直接拿出一大堆零食 让孩子们随便分 而小月也带回了 从狂杀帮手里搅和的武器 苗如云发现他们只有两个人 顿时感觉上了贼船 刚想找师傅求助 却发现老刘正举着一瓶小麦果汁 美美地打了个宝格 苗如云有些心疼 这玩意要是拿到外面 至少能换三包子弹 可这时王斌却毫不心疼地递给他一罐 苗如云一脸震惊 对王斌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 这么珍贵的物资说给就给 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咕咚咕咚下肚后发出一声呐喊 这久违的感觉简直太爽了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一声震天巨响 看来虎头帮和巨熊帮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接下来他们的任务 就是把狂杀帮和飞鹰帮也拖下水 三人说干就干 直接来到狂杀帮的老巢 可对方警戒森严很难靠近 从远处观察过后 王斌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拿的都是冷兵器 最好先把拿枪的全部干掉 两个妹子弹无需发 解决了不少拿枪的小卡拉咪 王斌见目的达成 赶紧拉着他们撤退 看着刚才还在一起喝酒吃肉的兄弟们变成尸体 狂杀帮老大金毛气得抓狂 现在虎头帮和巨熊帮打得热火朝天 唯一能对他们下手的也就只有飞鹰帮了 但金毛却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吩咐手下把所有人都叫回来静观其变 此时飞鹰帮的老大飞哥还在打麻将 手下突然来报说他们的岗上起火了 原来王斌三人猜到金毛可能会引人 特意给飞鹰帮放了一把火 一夜之间城市中硝烟弥漫 王斌带着小月出来探查敌情 发现四大帮派各自倾巢而出 明显是要逗个你死我活 于是三人再次行动 这次的目标正是狂杀帮总部大龙 然而失去守卫的大龙 突然涌入了大批丧尸 王斌不想带着他们冒险 犹豫着想要撤退 两个妹子却觉得机不可施 各自掏出武器表明态度 经过一番苦战后 三人终于来到了金库 王斌看着堆成小山的黄金 难掩内心激动 因为他得到的系统只能用黄金升级 不但可以开启系统空间 还能通过抽奖得到各种技能 一共40吨黄金 光是升级就用掉了一大半 虽然解锁了系统空间 但他的实力还是个战武渣 身为男人总不能一直让两个妹子保护自己 于是他决定抽奖课金变强 还知道自己运气有波差 连续抽了200次谢谢会顾后 终于抽中了技能书 获得技能射击专精以及大力金刚掌 现在总算是在末世中有自保的能力了 不过回到现实世界的时间就要到了 他打算在离开之前 再给四大帮派找点麻烦 于是便叫上两个妹子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鸟如云提议不能白待一趟 走之前应该在这里放把火 王斌却否决了这个想法 决定去支援实力最弱的飞鹰帮 此时狂杀帮已经打到了飞鹰帮的老巢 只是时间问题 远处的楼顶突然发射出一枚火箭弹 直接将狂杀帮架的人养马翻 金毛下的活都要丢了 对方连火箭筒都能拿出来 这特么还打个屁 王斌心满意足地看着对方落荒而逃的样子 看来四大帮派经此一役 短时间内都不会再找小月他们的麻烦了 在庆功宴上 王斌宣布他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七天 等他下次回来会带来更多的食物 孩子们听后双眼放光 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 很快王斌便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由于在末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此时重新沐浴在阳光下的王斌 如同九汉逢甘霖一般 立马叫上两个好兄弟出来解馋 现实的生活真是太痛的幸福了 两兄弟看王斌这副恶死鬼脱身的吃相 都怀疑他是不是失恋后脑子出问题了 酒足饭饱后 王斌直接切入正体 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在现实世界也走上人生巅峰 于是拉上兄弟们一起打算开个珠宝店 还大手一挥豪至2000万再加上四吨黄金 当场变身舔狗 争着抢着要给王斌生猴子 这时王斌突然接到前女友的来电 约他出来做得了断 王斌也想好聚好散 所以独自来到约定地点 没想到这时突然出现一群壮汉将他团团包围 领头的墨镜男是黑虎帮的东哥 他命令王斌跪下给李公子道歉 不然就要卸他一条腿 王斌表示这里施展不开 随后就带着几人来到小树林 可东哥却突然变寡 要收拾他一顿再带到李公子面前 一掌轰出 黄毛的胸口就被打得凹陷 瞬间飞出百米开外 然而对方人多是重还不讲武德 从背后偷袭在他身上 划出一道五米长的伤疤 东哥见手下迟迟没把人拿下 干脆亲自动手 却被王斌一招空手接白刃惊掉下巴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病猫是吧 接着使出一记鸡飞弹打脚 加上大力金刚掌 直接将东哥打飞 蓝牙有本事继续 话音刚落 黑虎帮的支援就赶了过来 东哥捂着受伤的萝卜 命令手下们一起上 打死打残不要紧出事了我背着 王斌眉头紧锁 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对付这么多人 于是掏出手枪朝天扣动了扳机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不怕死的就来试试 黑虎帮小弟们听到枪声后全被震住 东哥见状后也是几倍发凉 不过还是嘴硬表示 我们人多还能叛你不成 然而他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砰个一声枪响 子弹直接射穿东哥大腿 王斌吹了吹枪口 再敢轻举妄动 下次就该爆头了 小卡拉命们没想到他真的敢开枪 赶紧举手投降 知道怂了还不给老子滚 看着黑虎帮的人落荒而逃 王斌也是一阵后怕 看来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这个是非之地不能多待了 回去之后他立马采购了大量的物资 呼唤系统启动传送法阵 此时的末世中 所有人围坐在一起盼着王斌归来 老李劝大家别抱太大希望 如果王斌现在足够安全 就算不回来也应该祝福他 苗如云也难掩失落 但他明白王斌没有照顾他们的义务 小月作为过来人劝大家稍安勿躁 他相信王大哥绝对不会失言 毕竟上次王斌也是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出现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打开 王斌带着补给满载而归 小月的思念如潮水般喷涌而出 直接带球撞人扑进他怀里 王斌这次不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新鲜的水果 还有苗如云渴望已久的冰可乐 两个大美女迫不及待拧开平带 这朴实乌华的快乐直接让他们原地起飞 王斌眼睛都看直了 默默记下以后一定要多带一点肥宅快乐水回来 不想这时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头就对上了老李产妹的笑容 书让你带的滑子你带了没有啊 王斌赶紧双手奉上 老李激动的热泪盈眶 在末世里还能闻到这久违的味道 现在就是死也没啥遗憾了 接着王斌掏出一包火锅底料 吩咐大家赶紧动起来 今天晚上就带他们奢侈一把 两女顿时双眼放光 马上起锅烧水 再把底料和油倒进去 小月端来洗好的肉和蔬菜 王斌大手一挥全部下锅 香喷喷的味道瞬间飘满整个屋子 末世中能吃到这种神仙美味本该是高兴的事 但孩子们却全都哭了出来 就连李叔也老泪纵横 王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他哪里知道末世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是一场多大的浩劫 曾经他们身边有家人的陪伴 也能沐浴在阳光下尽情享受生活 但一场灾难却毁掉了一切 大家都是经历了无数磨难才走到今天 王斌挤出一丝笑容安慰道 过去无法挽回 但现在我们要好好活下去 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在末世里创造出新的家园 小月立马追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新计划 王斌提议可以向大海的方向走 即便没有房子也可以找个岛屿栖身 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水源 他就能带回来种子种植蔬菜 还能圈养一些家庭 虽然末世中有着无数的困难 但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 就能创造无限的可能 为了我们伟大的虔诚干杯 畅想过未来之后 王斌告诉大家 他还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新衣服 两个妹子回到房间后直接傻眼了 这些衣服越看越奇怪 穿上还怎么战斗啊 尤其是这个猫耳朵 难道还能提高战斗力不成 而忙碌了一天的王斌正打算泡个澡放松一下 就在浴缸边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原来是小月指导她辛苦 提前为她准备了热水 这丫头还真是贴心 王斌躺进浴缸开始思考人生 以她如今的财力 在现实世界几辈子都花不完 自己还有必要来牧师冒险了 但长时间和这些人待在一起早就有了感情 她还是决定先给他们建立一个安全的壁垒 就算以后真的不来了也能放心 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 浴室门突然被人打开 一只浴卒叹了进来 王斌猛然起身 卧槽有刺客 下一秒就看到裹着一条浴巾的小月 满脸羞红的站在自己面前 王大哥 我也想泡一下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王斌看到的瞬间滴血便喷涌而出 差点失血过多原地去世 难道你们墨室里的妹子都这么没有边界感吗 小月直接钻进浴缸依偎在她身边 那王大哥把我当成女朋友不就好了吗 面对小月的深情告白 王斌咽了口唾沫 陷入天人交战之中 上次他禽兽不如的行为已经伤了小月的自尊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禽兽 他绝对不会让妹子失望两次 既然你主动上门挑衅 那哥哥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小月文言满脸娇羞 情不自禁地吻上去 跳过一些大家都不喜欢看的情节后 第二天王斌便拖家带口出发寻找新注定 经过一夜熬战 他依旧神勇无比 大刀一开一盒就扫平一群丧尸 苗如云见他神采异 笑着调侃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这时小月上前挽住他的手臂 看着他们亲密的举动 苗如云这才后知后觉 两人的关系早已突飞猛进 心里多了一份莫名的酸楚 很快他们在郊外找到了一处别墅区 为了不被丧尸打扰 他们选定了一座最高的四层小楼过夜 全然不知他们此时早已经被人盯上 草丛里两个黑影在暗中观察 楼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 让二人顿时起了歹念 毕竟王斌他们的组合在末世中 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二人当即决定回去叫人 此时王斌刚和小月研究完 接下来的生存计划 累得呼呼大睡 小月则是穿好衣服 来到天台找李叔换班 这时他突然发现草丛中有奇怪的声响 村长兄弟们都到齐了 那就好 咱们速战速决直接干掉他们 小月架好狙击枪 发现对方人数不少 已经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 赶紧发出信号叫醒其他人 很快众人全副武装来到天台 经过小月的观察 敌人大概有二十多人 但是还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枪 王斌面色凝重 他们人生地不熟 还没摸清楚附近的势力 说不定这些人还只是先头部队 当即指挥他们四个大人 各自守住一个窗口 让孩子们注意楼梯 别让对方偷摸上来 随后王斌举枪瞄准 发现对方阵形突然散开 猜到他们应该是打算偷袭包抄 于是果断开枪杀鸡紧后 村民们见行踪暴露顿时慌乱起来 扔下同伴的尸体四散而逃 觉察到对方的战斗力不足 小月还想开枪追击 王斌却出言阻拦 万一引来丧尸就得不偿失了 苗如云也觉得有道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建议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小月还是有些不愤 他们要是还打来 我就建议一个杀一个 而此时逃回村子的几人 还没有放弃杀人越火的心思 王斌等人手里的热武器 虽然让人忌惮 不过他们还有别的后招 村长吩咐手下 把村子里关着的丧尸 全都引到别墅去 到时候看看是他们的子弹多 还是丧尸的数量多 另一边不放心的王斌 还在天台放哨 突然听到草丛里 又传来沙沙声 恼火这帮人贼心不死 既然他们给脸不要脸 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小月举枪瞄准 连发两枪干掉草丛中的丧尸 枪声一出立马引来丧尸的嚎叫声 两人这才后知后觉 放眼望去就看到无数丧尸包围的小楼 小月顿时紧张起来 询问王斌现在该怎么办 王斌却是微微一笑 对方这是偷击不成十八米 以丧尸的智商根本攻不进来 反正他们有大量的物资 完全可以把这些丧尸当靶子 给孩子们练习射击 而且有了丧尸护卫 对方也不敢再轻易靠近 想到这里干脆便拉着小月回去补觉 第二天一早神清气爽的起床后 小宝就兴冲冲的想拉上王斌一起练枪 王斌却表示不用着急 今天他要亲自下厨给孩子做一顿大餐 苗如云苦日子过惯了 劝他别太普章浪费 王斌却是露出阴险的笑容 因为他还有个更阴险的计划 要恶心一下对方 此时另一座大楼里 村长正带着一群人在楼顶观察 等着丧尸替他们冲锋陷阵 奢侈的煮了一锅野菜汤 分给丁烧的兄弟 不想突然一股肉香顺着风就飘了过来 村民们满脸震惊 卧槽是牛肉 还有干辣椒和姜的香味 此时的王斌抡起大勺火力全开 浓郁的香气让孩子们食指大动 就连苗如云都忍不住夸赞他这手艺简直绝了 瞬间明白王斌搞出这么大阵仗 就是故意让那伙人知道 王斌得意的见笑 是我者喵警官 老子今天就是要馋死他们 喵如云笑的花枝乱颤 王斌盯着上下乱窜的馒头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 小月则是紧张地搂住王斌的胳膊 明显是吃错了 王斌心虚地跑到天台围观孩子们练枪 村长听到枪声响起的瞬间立马来了精神 他们开始清理丧尸就说明着急想要离开了 只要等他们把子弹打光 所有的物资都是咱们的 然而让村长没想到的是 王斌他们从白天打到深夜 火力就一直没停过 村长额头布满冷汗 再这么下去 这点丧尸还真不够他们打的 但现在他们也只能咬牙等着 期盼枪声能引来更多的丧尸 可王斌却是盼着丧尸来得越多越好 因为一天的练习 就让射击技能连升三级 现在他的射击水平 就算是苗如云也只能仰望了 但很快又到了他离开的日子 王斌掏出几大箱食材 让众人不用节省放开吃 七天之后他会带更多的东西回来 随后便回到现实世界 拿出手机 发现有一条前女友的未接来电 这渣女什么意思 难不成被甩了 又想吃我这颗回头草 这时前女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王斌想了想还是选择接听 问他找自己干什么 坏女人表示他知道是自己对不起王斌 看在过去的情意上偷偷提醒他 李公子请了杀手要置他于死地 王斌虽然不相信渣女会这么好心 但还是不得不防 随后直接呼唤系统 把那个抽奖装置搞过来 老子要克金 没想到一发入魂 直接抽到技能书一尾渡江 修炼到大城后可以一步横渡长江 属于顶尖的逃跑神迹 此时王斌来到公园准备试验一下 正好遇到黑虎帮的人在欺负一对父女 要是不交场地费 就得把你女儿送我大哥玩两天 光头看到妹子后一脸为锁 这小老妹儿一看就很润 跟了哥哥不会让你吃亏的 王斌撸起袖子就要上去救人 不想这是一个80岁老头 突然抓住光头的脏手 几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 还要不要脸啊 光头见有人多管闲事 立马破口大骂 你这老头活腻味了吧 再不放手就打爆你的头 然而光头刚放完狠话 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使不出力气 路人们纷纷疑惑 黑虎帮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而王斌却是看出了其中端倪 那个光头不是不想动 而是根本动不了 老头不屑嘲讽 刚才的气势哪去了 光头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命令小弟赶紧动手 绿毛跳起一拳 重重砸在老头的脸上 没想到下一秒拳头竟然被直接弹开 绿毛的脸色瞬间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卧槽着老头会写术 自己这一拳就像打在棉花上 根本使不出力气 老头黑黑一笑 没见识的东西 连正统的滑下武术都不认识 说完便平推出两掌将二人震飞 看到王斌在心里直呼卧槽 没想到今天还真是遇到高手了 黑虎帮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光头气急败坏招呼所有小弟一起上 老头闲停信步的躲闪攻击 反手一个大逼斗山飞绿毛 此时光头趁机捡起板凳背后偷袭 王斌早就看黑虎帮不顺眼了 于是看准时机拍出一记大力金刚掌 老头看到后当场压麻呆住 这小子居然会少林绝学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功力 忍不住夸赞他是百年一遇的练武器材 此时王斌在确认老头没事后 走到被救的妇女面前 劝他们赶紧离开 黑虎帮牙字必报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光头刚要回去摇人就被王斌叫住 吓得他赶紧求饶 王斌和黑虎帮本就是死仇 直接把锅揽到自己身上 以后要是不服随时来找他 光头听说王斌的名号后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之前东哥被他废了一条腿 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听到王斌让他赶紧滚 立马原地抱团滚着离开 这时老头突然叫住王斌 这么年轻的高手可不多见了 想约他一起切磋一下武功 王斌下意识就要拒绝 大力金刚掌威力太大 生怕失手伤到老爷子 老头却是微微一笑 咱们点到为止不碍事的 无奈之下王斌只能答应下来 第一次出手只敢用出三成功力 不料却被老头轻轻拨开 电光火时间擒住他的手腕 反手一掌便把王斌推出十米远 王斌愣在原地 没想到这老头的实力如此深不可测 当即使出全力冲上去 老头见状不动如山大鹤一声来得好 片刻后 鼻青脸肿的王斌对老头愈发恭敬 舔着脸非要拜师 老头对王斌的表现也非常满意 刚才出手救人就说明他心性不错 点头表示可以收他为徒 王斌大喜过望 当即跪下磕头拜师 李老笑着把他扶起 不过有言在先 如果王斌以后势强凌弱 他会亲自出手清理门户 王斌被李老强大的气势压得喘不过气 心里暗道果然没抱错大腿 立马屁颠屁颠的给李老敬茶 把李老送走后 王斌叫上兄弟们一起去车行 让他们各自选一辆豪车给公司当门面 而他自己早就想好要弄一辆大金杯了 毕竟末世里步行的效率实在太低 三人来到豪车俱乐部 兄弟俩看到遍地的豪车眼花缭乱 忍不住多拍了两张照片 女店长看到后当场发飙 你们几个穷鬼离车远点 刮到气面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 随后仔细打量王斌的穿着 认定他们一帮穷逼不值得浪费时间 随后打发实习生接待 还警告他要是这个月业绩不达标就赶紧滚蛋 销瘦赔着笑脸让王斌别在意 王斌见他态度真诚 决定顺手帮帮他 直接让他介绍百万以上的车型 销售感动的热泪盈眶 赶忙带他们来到基尼泰美展台 主动拉开车门邀请他们试驾 这时女店长再次气冲冲的赶来 谁让你们几个穷逼上车的 做坏了你们赔得起吗 随后更是叫来保安 要把王斌几人丢出去 王斌有些无奈 怎么每次回现实世界都要遇上这种熟悉的剧情 随即冷笑一声 我要是不滚呢 两个保安文言就要动手 王斌瞬间拍出两掌将两人打飞 女店长见此情形当场开始碰瓷 要是不给医药费就报警把他们抓走 话音刚落王斌就丢出一块金砖 这些够赔你们医药费了 店长嘲笑他不识抬举 拿板砖糊弄人是不是想吃牢饭 保安捡起金砖脸色铁青 店长这块金砖好像是真的 女人文言当场变脸 小哥哥刚才多有得罪 从现在开始 就由我亲自为您服务赔罪 只要不投诉我 你想做什么人家都能答应哦 王斌正眼都懒得给他 金砖太美给我准备三台 这单的提成就算到刚才那个小哥头上 说完便丢出手机 让销售去办理汇款 折腾了一圈后 王斌又重新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大金杯 他的那颗心早就飞到末世里的同伴身上了 也不知道他们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赶紧呼唤系统准备传送 下一秒他整个人就被传送在了一个浴缸里 王斌暗骂一声晦气 准备先回房间换身衣服 结果刚打开大门就直接呆住 苗如云看后满脸羞红的向他打了声招呼 王斌尴尬开口 苗警官你怎么在我的房间 妹子穿上撩人的纱裙 使出千般魅术邀请男人切磋武艺 可不想男人竟是个不解风情的钢筋直男 面对妹子的勾搭飞弹不为所动 反而恶心的想吐 原来就在王斌离开末世的时间里 孩子们的枪法进步神速 导致别墅外丧尸的尸体早已经堆积如山 腐烂的味道弄得这里臭气熏天 苗如云不满地开口 要不是为了等你回来 我们早就撤走了 心虚的王斌赶紧道歉 让大家收拾好东西 明天一早就离开此地 而此时村子里的大聪明还在守住带土 村长心有余悸地望着对面别墅 没想到王斌这伙人的火力这么足 但他还是口出狂言 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得被熏死 到时候食物就都是咱们的 村民们闻眼也是热血沸腾 狂吹村长牛逼 然而此时对面的别墅内 小月穿上了老色批最喜欢的纱裙 王大哥快陪小月练武功吧 几天不见小月的武功都要退步了 当过一次禽兽的王斌哪里还能忍得住 随后整个房间便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练功声 隔壁的苗如云被吵得翻来覆去 难道这世上真的存在什么武功秘诀吗 第二天一早 负责丁烧的村民突然大呼小叫起来 村长快来看啊 他们怎么连车都有 村长健壮当场目瞪口呆 能搞来汽油这种奢侈品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多亏对方没打算和他们计较 不然就出大事了 但很快他又转悠为安 等那些大佬离开 咱们可以去搜刮一下别墅 说不定还能找到点剩饭剩菜 很快几人偷偷潜入别墅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不少物资 村长乐的都要找不着北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烧火做饭 而此时王斌等人已经坐上面包车 王斌我好久没开车了 还是换你来吧 坐在后排的老里兔的稀里哗啦也跟着附和 王斌却让苗如云慢慢练习 反正报废了他会再搞一辆新的 小男此时却有些愤愤不平 王大哥那帮人那么坏 为什么要给他们留吃的 王斌嘿嘿一笑 放心吧 那些大米里我加了两斤半的蟹药 保证他们吃完之后爽翻天 经过了几天的跋涉 众人终于来到一座新城市的边缘 夜里他们在城外安营扎寨 王斌却望着城市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进城探索一番 虽然他现在急需黄金来升级 但团队里有这么多老弱病残 很难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如果城内要是还有像四大帮派那种势力 孩子们也会有危险 就在他烦心的时候 其他人也都聚在一起商量 大家都知道黄金对王斌非常重要 谁也不想拖他的后腿 可就在王斌下决心绕路离开的时候 小月和苗如云却找上王斌 我们大家商量过了 都支持你进城找黄金 王斌想也不想就要拒绝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他不想任何人受到伤害 小月闻言轻笑一声 苗警官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安顿好孩子们和李叔 到时候咱们三个一起进城打探情况 王斌还想说些什么 可苗如云却打断了他的话 从解决四大帮会开始 我们就做好了跟你共进退的准备 现在我们可是共进退的一家人 王斌心中感动万分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那就麻烦你们了 给孩子们留下足够的物资后 三人便全副武装走进城内 刚走了两步 小月突然拦住大家 周围有汽车的引擎声 咱们赶紧躲起来 片刻后 就看见三个混混 开着一辆厂同汽车招摇过市 王斌仔细观察后 判断这几个人 应该是这座城市内的帮派成员 二女一口同声提议 咱们先把这些人渣干掉 再继续前进吧 王斌没想到这两个妹子杀心这么重 赶紧安抚他们不要冲动 想得到这座城市的更多信息 最好还是拿食物和他们交换 王斌决定让身手更好的苗如云 和他一起进城 让小月在高处架好狙击枪 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出去之前 他又拿出一罐臭豆腐 让苗如云闻了闻 恶心的苗如云 把这两天吃的饭菜都吐出来了 王斌看后却黑黑一笑 苗警官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怕那几个人扎打你的主意 两人在身上擦好臭豆腐后 便直接走了出去 手持机箱的独眼龙 发现他们的身影后 呵斥他们站在原地不许动 王斌二人立马举手投降 表示他们是从别的城市逃难过来的 希望几位大哥放他们一马 独眼龙闻眼也放松了警惕 手下小弟则是色眯眯的看向苗如云 刚走到他身前 就被冲天的臭味恶心的连连后退 立马对他失去了兴趣 你们俩该不会掉粪坑里了吧 随后一把抢过他们身上的背包 看到满地的面包都双眼放光 吃的可比娘们有用多了 接着就不耐烦的让他们赶紧滚蛋 这点面包就当过路费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座大门前 王斌二人相视一笑 没想到这里的避难所规模相当大 接着王斌就对里面大喊 我们两个想进去避难 能不能行个方便把门打开 话音刚落 两个手持机枪的恶汉就走出小门 你们两个举起手来 王斌他们听后立马照做 这次一个胖女人走到二人面前 拿出一张表格让他们填血 我们这里虽然收留流浪者 但想要留下就得为精业工作 每项工作都能获得精业币 用于城内的花销 王斌文言不由的疑愣 没想到这个城市的管理者连货币都弄出来了 城内肯定能有不少金砖 随后立马观顺的点头硬核 大姐你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为精业工作 踏入避难所的大门后 两人好奇的东张西望 没想到这城内竟然连蔬菜大棚都有 但仔细看去却发现 这里的人全都受得跟皮包补似的 这是一个花衬山教主王斌 你们两个是心爱的吧 我这里可是有不少好工作有 这里的工作内容应有尽有 薪酬却是天差地别 但想在这里生活 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五块钱 而且还要给花衬山交中介费 如果做的是报酬最低的工作 不但吃不起饭还得睡大街 花衬山突然严肃地看着二人 你们可别看这地方白天一片祥和 晚上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曾经就有个傻小子 拿每天的工资换食物 晚上就直接在大街上找个地方休息 第二天一早 不但食物被偷光 连双腿都被人活生生地卸掉了 那些吃不饱饭的恶狼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要是不想缺胳膊少腿 你们可得努力赚钱了 王斌二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当即表示他们身手不错 可以应聘保镖 花衬山白了他一眼 就你这小体格子还是省省吧 随后又色眯眯的在苗如云身上来回打量 你这种脸蛋身材 去当舞女肯定能红 要是能被金爷看上 以后帮你吃香喝辣 金爷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美女 别墅里天天都开泳士派对 苗如云文言翘脸通红 还不等他回应 王斌直接替他拒绝 我们只会应聘保镖这个工作 要是不成大不了我们就走 说完便拉着苗如云离开 苗如云心中感动 没想到王斌关键时刻这么严闷 但为了大局着想 他还是咬牙体 要不就让我去试试吧 毕竟想要接近金爷 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王斌当场炸锚 不行绝对不行 连我都没看过苗警官穿泳衣 凭什么先便宜那个老色皮 苗如云抬手就是一个大逼洞 臭流氓 原来你天天就琢磨这个 就在二人打闹的时候 一群手持机枪的壮汉 护着一辆豪车来到街道中央 人们纷纷冲上去呼唤金爷的名字 却被保镖们的防线拦住 原来现在正好是每天放饭的时间 只见一根金色权杖探出天窗 紧接着金爷站上车顶阵壁高喊 努力工作的人才有饭吃 你们今天有努力的赚金爷币了吗 王斌盯着金爷不足一米一的个头有些无语 还以为末世的王者应该是凶神恶煞的壮汉 没想到却是个土匪员 苗如云面色凝重 因为眼前的金爷还是他的老熟人 原来在末世前 金爷是当地有名的房地产巨额 人送外号金不换 对黄金有超乎常人的执着 就连家里的马桶都用纯金打造 不过他的发家使庆祝难输 强拆强迈无恶不作 当时还是被苗如云亲手逮捕的 但金爷却放出狠话 等我出来一定要让你欲仙欲死 而被关进牢里也不耽误金爷遥控外面的声音 更是在末世爆发后 他直接带着其他囚犯越运回到地盘 成为这里的土皇帝 王斌文言当场就怒了 你肯定算什么东西还敢打我的人的主意 不过眼下金爷已经成为这里的土皇帝 要想动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此时放饭的队伍排得极长 原本两块钱一碗的肉汤 坐地起价被加到四块 这个抱孩子的女人攒了三天前本想换两碗 但收钱的小胡子却冷哼一声 让他不吃就滚 身后的人也鄙视催促 熊逼赶紧起开 别耽误我们吃饭 王斌见状有些愚心不忍 悄悄跟上去想给女人一点食物 女人刚为了饱饱一口汤 突然警觉的向后看去 你是谁 别想抢我的食物 王斌赶紧拿出一大堆面包 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给他一些吃的 女人看向面包的眼神突然变得极为惊恐 连肉汤都不要了 抱着孩子迅速逃离 王斌和苗如云一脸猛逼 人都饿成这样了 怎么还会拒绝食物 难道还有什么隐情不成 与此同时 几个古兽如柴的男人被带到金爷面前 就是你们几个想加入开拓团是吗 这项工作有多危险就不用我说了吧 几人连连点头 是不是只要加入就有面包吃 金爷听后大笑起来 让手下拿来一项面包 饶有兴趣的看着几人互相争抢 随后金爷叮嘱小胡子 把这几个人叮紧了 要是出发之前赶逃就直接处理掉 金爷说完刚要离开 就被一个刀疤男拦住去路 呦 这不是大柱吗 找我有什么事 大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金爷求求你 让你手下的医生救救我妹妹吧 金爷文言不紧不慢的开口 这个好办 把你妹妹送到我这边 别说治病了 以后吃香喝辣都不成问题 大柱连连摇头 您行行好 我妹妹才十五岁 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金爷也没有生气 反而亮起不怀好意的心情也 话锋一转道 你不愿意用你妹妹来交换 也可以用自己跟我做交易啊 只要你加入开拓团 我就让医生去给你妹治疗 大柱被吓得冷汗直流 却也只能点头答应 金爷见状顿时喜上眉烧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你们一出发 我就让医生去给你妹看病 周围看热闹的众人也是议论纷纷 大柱还真是个好哥哥 要不是活不下去啊 谁愿意去开拓团 那个九死一生的地方 这么多次也只有他一个人平安回来过 不知道这回还有没有那种好运啊 王斌没想到大柱还是个狠人 当即起了拉拢的心思 直接尾随来到他家 表示自己是从其他城市过来的 刚好手里有点要可以帮他给妹妹治病 可大柱听后却根本不信 抄起棍子就要动手 说你们是不是金爷派来的杀手 发疯了发疯了 美女警官竟然穿上紧身衣去打劫银行 原来在末世中看管银行的守卫 是一只变异狮王 而金爷为了再造两个纯金马桶当饭碗 竟用面包招板大批流民组成开拓团 每五个人就要对付三只丧尸 而狮王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就连特种兵出身的大柱 也是在留下一道一米长的伤疤后 才侥幸逃生 王斌闻言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本想找系统求助破局之法 却被告知只有升级系统 才能得到狮王的资料 可是想要拿到大量黄金 必须要和世王硬刚 也只能拼一拼运强 而且大柱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眼下缺少帮手 王斌决定将他收入麾下 让大柱先把妹妹送到安全的地方 晚上大柱背着妹妹外出挖野菜 城内的守卫早就见怪不怪 直接放他离开 大柱按照王斌的指示 来到一间废弃快餐店 警觉的小月立马将他拿下 什么人 敢乱动就一枪崩了你 大柱赶紧拿出手机 表示这都是王斌的安排 小月看了短信后也收起戒心 将兄妹二人带到营地 李叔还有些怀疑这小子靠不靠谱 得知是王斌的安排后 便不再多言 随后大柱背着乔装的小月回到城内 小月上来就给王斌一个熊抱 两人久别重逢 恨不得当场切磋武艺 苗如云轻咳一声 让他俩收连点 现在对付金爷才是正经事 大柱带着王斌熟悉了一下城内的地形 金爷的住处守卫森严 而且还存放了大量的军火 强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王斌对此毫不在意 他手里也有不少缴获的武器 虽然现在缺少人手 但只要他明天能加入开拓团 肯定可以策反一批人为他所用 随后吩咐换好锦身衣的两个妹子 在城内等待接应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第二天一早 大柱带着王斌来开拓团报道 见到王斌这个生面孔 为首的泡面头顿时心生警惕 直接动手抢下背包 还给了王斌一个脑瓜崩 警告他别搞什么小动作 大柱见新任的大哥被打 当场就要干了泡面头 王斌连忙阻拦 让他不要冲动免得坏了大事 很快开拓团正式出发前往北城 大柱询问王斌什么时候才能动手 他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王斌小声提醒他再等等 泡面头明显不信任他们 而且身后还有那么多手持AK的打手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一个中年大叔偷听到二人小声嗶嗶 好心提醒他们千万别干傻事 出发前他贿赂了金爷的手下 打听到一些内幕 据说这次只要能带回大批黄金 回来后就能跟着金爷赤香喝辣 王斌闻眼眼睛一亮 立马决定改变策略 先找到黄金把系统升级了再说 经过半天的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城北的中央银行 但这里到处都是丧尸 想要强攻也不是那么容易 开座团的其他人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上去送死 泡面头拿出提前准备的钢板背心 让他们穿上 王斌顺势拍了个马屁 队长你人还怪好的咧 泡面头没搭理王斌 反而让大助留下配合自己 王斌见状顿时觉得是有蹊跷 还不等他给大助使眼色 大助却强硬表示要和王斌共进腿 泡面头闻颜面色一寒 你特么给脸不要脸是吧 那就跟着他进去送死吧傻狗 很快 全副武装的开拓团进入银行内部 随着探索逐渐深入 王斌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告诉所有人不想死就跟紧他的脚步 有王斌和大助开路 众人顺利来到了金户门口 但这种大门凭借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队伍里有人提议 要不要先把消息告诉泡面头 王斌却是微微一笑 别人没办法 不代表他也没办法 随后装模作样的在包里翻着 实则是偷偷开启仓库 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一把火箭筒 其他人全都压麻呆住 卧槽这玩意你从哪掏出来的 王斌让他们别着急惊喜还在后面呢 接着又拿出好几把武器丢在地上 只要和我一起推翻金爷的统治 我保证你们以后不会挨了 几人面面相许 原来你们是想取代金爷 还是算了吧 只要拿到黄金 回去之后肉汤肯定能喝到饱 王斌见他们全是死脑筋 只好让大助说出实情 得知大家以前吃的都是同伴的尸体熬的汤 在场众人全都吐得稀里哗啦 兄弟们 拿起枪跟死挫子拼了 打倒金爷 大伙一起分粮食 王斌对众人的反应非常满意 现在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 接着他抄起火箭筒 对着金库大门来一发 剧烈的爆炸声引格周围地动山摇 泡面头等人也立马警惕起来 而此时的金库内 大门被炸开后 里面突然飞出一只丧尸 王斌等人顿时吓了一跳 刚凝聚大力金刚掌准备还击 丧尸背后突然伸出一只巨手 将他拖回门内 王斌此刻已经被吓傻了 卧槽那是个什么东西 大助这个莽夫一步踏出挡在王斌身前 王哥你别怕 有我保护你 回头一看 王斌早就原地消失了 大助你这二逼 别傻站着了赶紧开溜啊 与此同时 城内负责接应的二女也没闲着 直接把王斌的胶带抛到脑后 偷偷加入五女团 想替他打探城内金库的位置 跟随一帮音音念念来到金爷的住所 然而大门打开后 却发现军师穿着花裤衩坐在金爷的位置上 表示他要先挑一个 剩下的再给金爷送去 胖女人当场就不干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想让金爷挑你玩剩下的 军师直接命令手下把胖女人拖走 第二遍 苗如云没想到还会出现这种变故 生怕小月有个三长两短 不好和王斌交代 小月却让他放心 这种竹竿子 他一个能打十个 其他人离开房间后 军师猥琐地搓搓手 小妹妹快过来让哥哥看看你认不认 小月却是静止走向桌子拿起水果刀 接着露出小恶魔一般的笑容 小哥哥 咱们晚点刺激的怎么样 这是一只可以无限进化的丧尸领主 每天都要吃2.5个人类来储存力量 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狮王 就连号称丧尸杀手的王斌也是被吓得拔腿就跑 但此时的银行外围 泡面头早就带领手下架起机枪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王斌决定和狮王拼了 随即在掌心铭聚出一团金光 赶阻碍老子搬金砖 今天就把你压得拍死 可他没想到狮王的速度竟然恐怖如斯 王斌还没出手 胸口就被狮王的利爪刺穿 大助剑撞赶紧冲上去救援 却被狮王反手一个大逼斗打飞 咳出一口鲜血后倒地不起 就在此时 开拓团的炮灰们已经逃出银行大门 泡面头呵斥他们不准逃跑 几人急忙解释 狮王已经追出来了 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 我管你什么狮王不狮王的 都特么回去给我搬金砖 再敢往前走一步 老子就帮了你们 炮灰们这才反应过来 枪着玩意我们也有啊 更何况王斌还给他们留了大量的子弹 于是便对着泡面头等人一顿吐吐 这时几人突然感觉背后一凉 下一秒狮王就追出银行 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随手抓起一个倒霉弹 在众人面前直接将它撕成两半 开拓团立马掉转火力 然而子弹打在狮王的光头上 竟然连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众人丢盔蟹甲撒腿就跑 可是还没跑出两步 一个炮灰的身上突然燃起熊熊烈火 剧烈的爆炸将他们的阵型 瞬间冲得七零八岁 原来泡面头之前 给他们穿的防弹背心里掺杂了火药 此时他们只需要疯狂仍然烧平 这些炮灰们就立马会变成人形炸药 然而就当泡面头 以为十拿九稳能干掉狮王的时候 却发现这点伤害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 眨眼的功夫 不但开拓团没剩下一个火口 就连他带来的小弟们也已经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银行内的王兵也从昏迷中醒来 他艰难地爬起身 大骂系统这个王八蛋见死不救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给他开个挂 系统却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这个功能 就知道这狗系统靠不住 王兵掀开衣服 看到身上血淋淋的爪痕 要是再不处理 他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想到此处 他咬紧牙关 拿出打火机 用高温给伤口消了个毒 接着缓缓起身朝金库走去 看这里面存放着满满的黄金 心想这次总算是没白遭这份罪 不过这里只有六万斤的黄金 黑心系统升级就得花费五万 王兵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 买买买 老子还指望金手指翻盘呢 升级后的系统不但帮他增加了空间 还解锁了出级商店 可看到满屏的问号 王兵见状彻底绷不住了 你特么收了我这么多黄金 结果还得让我开盲盒 系统为了平息他的怒火 赶紧给他解锁了四个孔位 咱这道具你就买吧 一买一个不支声 王兵也很无奈 但眼下保命才是关键 于是他买下能恢复伤势的仙斗 还有升级技能的经验包 服下仙斗后 身体终于恢复到巅峰水平 顺带还把大力金刚掌声到满级 就在他和系统拉扯的功夫 泡面头也和狮王正面对上了 眼看枪对狮王起不了作用 他反手掏出一把电锯 来啊 老子今天和你拼了 说完便挥舞电锯 砍断了狮王的一条手臂 然而他却低估了对方的恢复速度 狮王的手臂眨眼间就恢复如初 抬手一击蚝油根 打得泡面头鲜血狂喷 可就在狮王准备补刀的时候 一根锁链缠上了他的手臂 原来大柱醒来后见王斌不在身边 还以为他已经成了狮王的食物 于是决定和泡面头联手给王斌报仇 泡面头再次斩断狮王的手臂 却阴差阳错帮他解开束缚 反而又挨了两剂特别狠的电炮 大柱抄起铁棍从背后偷袭 狠狠地刺进狮王的胳膊 狮王吃痛怒吼一声 随后一把抓住大柱 恨不得把他捏成肉线 大柱竟然帮他引动了佛祖法乡 狮王直接被他砸进地面 抠都抠不出来 大柱看到王斌归来 颤抖着让他赶紧离开 太好了王哥你没死 但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小妹就托付给你照顾了 王斌赶紧让他呸呸呸 随后把一枚仙豆塞进他嘴里 大柱立马原地满血复活 卧槽王哥 你这是什么灵丹妙药 那你就别管了 老实在这待着 我再去会会那个丑八怪 说完便一蹦十米高朝狮王追击而去 大柱看得一愣一愣的 王哥居然这么牛逼 该不会是哪个神仙转世吧 此时皮糙肉厚的狮王已经从坑里爬了出来 看到王斌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张牙舞爪的就扑了上来 而王斌也在盘算自己获胜的概率 意味度将可以给他提高大幅的敏捷属性 配合大力金刚掌还是有机会干掉狮王的 但以自己现在的内力 如果20秒内不能解决战斗 他也就玩完了 然而现在也容不得他多想 狮王的爆锤已经悬在他脑门上了 王斌赶紧施展身法绕到狮王背后 紧接着使出大力金刚掌 狠狠砸在狮王的后心 狮王怒吼一声 挥舞双臂却又扑了空 王斌趁机甩给他一个大鼻斗 直接给狮王打到吐血 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不想却被狮王带到机会 一拳将他轰出十米远 连肋骨都断了八根 王斌赶紧扶下仙斗恢复力量 此时只剩下不到十秒的时间 但他已经发现了狮王的弱点在头部 王斌贴地滑行和狮王拉开距离 捡起地上的锁链 再次捆住狮王的手臂 今天就让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尝尝 什么叫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说完便发动一尾镀浆 高速移动将狮王捆成粽子 随后一跃骑在狮王的脖子上 大力金刚掌给我破 随着王斌一掌拍下 狮王的脑袋迸发出一团绿色液体 喷得王斌满脸都是 紧接着他浑身的血管变成紫黑色 双眼也变得通红 王斌的一变 把看戏的两人吓得尿不湿都湿透了 大柱颤颤巍巍的开口询问 王哥 你该不会被感染了吧 此时王斌紧咬牙关 想用意志力抵抗便移 没想到系统却突然发布隐藏任务群尸之质 要求他铲除漠视中的所有失望 如果王斌拒绝 会给他一只A级血清完全免疫此次便移 要是他选择接受 则会得到B级血清成为不人不轨的半免疫状态 同时解锁丧尸的专属技能 属性蓝也会多出一条暴怒直属性 但副作用则是会提升自己的各种欲望 此时留给他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王斌顿时陷入纠结 难道我也要变成失望那个熊样吗 但要是小月不接受我该怎么办 系统却告诉他不用纠结 因为完成任务也可以获得血清 到时候还可以选择要不要做回人类 我靠 你怎么不早说 那还犹豫个锤子 王斌说完果断选择接受任务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爆发出耀眼的红光 恭喜玩家成功解锁新模式 王斌赶紧查看得到的丧尸技能 他现在只要吃肉就能增加各种属性 身上也覆盖了护盾病毒 同时拥有了和丧尸一样的超级视野 还能控制两名丧尸为自己所用 王斌健壮顿时傻乐起来 这几个技能都非常实用 没想到这次居然因祸得福了 然而此时 套面头却掏出手枪警告大柱离王斌远点 趁着现在他还没完全变异 必须赶紧干掉他 大柱挡在王斌练前毫不退啊 就算王哥真的变成丧尸 我也不能对他下手 大不了我就陪着他同归于尽 这时王斌已经完全清醒过来 拍了拍大柱的肩膀 好兄弟我果然没看错你 套面头见王斌没事 威胁他们赶紧带自己离开这里 周围的丧尸越来越多 你们也不想死在这里吧 听了他的话 大柱却发现情况不对 因为这些丧尸虽然都在朝他们聚集 但并没有发起攻击 王斌让大柱放宽心 刚才他干掉了世王 自然而然就成了这些丧尸们的新老大 大柱还以为王斌被吓傻了 王哥你清醒一点 那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丧尸啊 王斌微微一笑 既然你不信 那就看我给你露一手 随后他闭上眼睛发动控制技能 两个丧尸立马接收到他的信号朝王斌走来 王斌怒吓一声 给我跪下 丧尸们闻言立马下跪 大柱一脸猛逼 卧槽王哥 他们还真的下跪了 泡面头也满脸震惊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为什么可以操纵丧尸 见王斌看他的眼神不善 泡面头果断开枪 可王斌被子弹打中 竟然毫发无损 原来是他的身体被动开启了护盾病毒 可以瞬间硬化皮肤 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 泡面头已经彻底下傻 拿起枪就要自我了断 王斌一步上前打飞手枪 像你这种人渣 别想死得那么痛快 我还有份大礼要送给你呢 说完便不再理会泡面头 先把狮王的尸体焚烧掉 防止其他丧尸吃了他的肉变强 接着指挥在场的丧尸 这个家伙就交给你们了 随后带上大柱驾车赶回庇护所 接下来就要找金爷算账了 很快两人回到庇护所 大柱跳下车表示其他人全军覆没了 催促他们快点开门 守卫根本不信两人的说辞 要是不解释清楚 他们就别想进来 王斌打开后备箱露出成堆的金条 这回足以证明我们的诚意了吧 胖女人健壮下令把城门打开 帮金爷找回这么多金条 进城第一天 金爷就认出苗警官的真实身份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还敢打金爷的主意 王斌暗道不妙 没想到这死胖子记性这么好 还想继续狡辩 却不想这是一个小卡拉咪 突然从背后偷袭 直接把王斌放倒 随后拖着他来到一间密室 用铁链绑在凳子上 王斌偷偷睁开眼 想看看对方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抬头却看到神志不清的苗如云 被绑在对面 王斌当场猛逼 不是让你们别轻举妄动吗 怎么还落在这个死琢子手里 这时金爷提着小皮鞭走到王斌面前 猥琐的笑容顿时让他感觉菊花一几 只见金爷的哈拉子都要留到地上 你小子先别着急 等我调教完你的女人 再接着调教你 女人的衣服被刀子划开 转瞬露出光滑的后背 紧接着金发妹就拿起小皮鞭狠狠抽了下去 细腻的背部瞬间就出现了一道血魂 苗如云顿时发出一声舒畅的哀嚎 目睹全程的王斌牙子欲裂 可身上的束缚让他根本无法抽身 因为此时他正在遭受金爷的攻击 被动开启了专属丧失形态的护盾病毒 不仅暴怒直在急速下降 甚至还无法主动使用其他技能 王斌被系统7的血压飙升 你特么就不能智能一点吗 金爷发现抽了他这么久都没留下半点伤痕 于是打算玩点更变态的花样 随后他带上纯金打造的直虎 对着王斌的脸左右开弓 总算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血痕 而此时苗如云的背部也已经伤痕累累 金发妹反手掏出一根针管 这可是能让你遇先遇死的好东西 你就扎吧 保证一扎一个不支声 随后又拿出一根龙头棍 在苗如云的背上轻轻摩擦 看你这样子应该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吧 姐姐今天就让你变成真正的女人好不好 苗如云绝望地留下两行青泪 尼南地向王斌求救 目睹一切的王斌彻底爆发 敢对老子的女人下手 今天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话音刚落 护盾病毒终于迎来了升级 王斌身上的肌肉也开始以几何倍数的暴增 喂喂喂 你小子想耍什么花招 金爷你就放心吧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挣脱这种特殊的皮带 人类嘛 老子早腾了就不是人类了 王斌瞬间化身肌肉猛男 带来的恐怖威压 把金爷急得满头大汗 慌乱地向手下求救 可王斌哪里肯放过他 一掌拍出要把金爷撕成碎片 两个妹子飞身救主从背后偷袭 瞬间在王斌身上留下一道两米长的伤痕 而银发女手中的剧毒戒针直刺她的大动脉 王斌一时疏忽被扎了的正招 好在护盾病毒及时开启 戒针并没有破掉王斌的防御 二女掏出四把匕首 作为曾经的王牌特工 还没有男人能逃过他们两姐妹的杀阵 但王斌早就是半人半失状态 根本算不得完整的男人 轻松躲过银发女的攻击后 反手删了她一个大逼动 可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 金发妹趁机附身下冲 刀尖锁指的方向正是王斌的锣帽 用鞭子抽我忍了 你对我老弟下手是不是太过分了 王斌的暴怒直直线飙升 瞬间就轻松解决了两个女特工的纠缠 赶紧上前解救苗如云 最是今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把黄金加特林 女特工健壮又觉得自己行了 再次向王斌发起攻击 加特林冒着篮火一顿哒哒哒 全方位的覆盖攻击连自己人都没放过 两个女特工当场就领了盒饭 王斌还有护盾病毒可以刀枪不入 但加特林一秒十发 就算是他也撑不了多久 于是王斌果断使用强化肉体 接着发动一尾杜江向前冲刺 眨眼间便来到金爷面前 愤怒的直拳将他打得七昏八速 卧槽怪物啊 只要你放过我 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王斌单手拎起金爷 还想让我放过你 你可么以为我是圣母吗 不过王斌并没有直接干掉金爷的打算 那也太便宜这个人渣了 在把他敲晕后 王斌手刀一挥把苗如云救下 但他现在的状态很难控制自己 刚准备抱着苗如云离开 女人的仙仙玉手就俯上了他的脸 此时苗如云体内的药效已经发作 意乱情迷地扑进王斌怀里 王斌帮帮我吧 王斌顿时陷入天人交战 丧失形态下 他根本抵抗不了任何来自外界的诱惑 愤怒指也在飞速上涨 眨眼间就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一把就扯掉苗如云的紧身衣 与此同时 小月在干掉了所有守卫后 也摸到了最顶层 刚走到拐角就听到苗如云凄厉的囚饶声 小月赶紧冲上去救人 来到现场不由的疑愣 看来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枪战 这个死胖子应该就是那个惊艳吧 这时他又听到了苗如云的喊声 小月顺着声音推开大门 金灿灿的房间差点亮瞎眼 这么多黄金 王大哥看到该有多高兴啊 随后他寻着声音跑去报喜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王斌光着上身 再和苗如云切脱武艺 小月见状瞬间泪崩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背着我偷偷练功 接着转身就要夺门而出 可当跑到门口就被王斌抓住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王斌此时的暴怒值早已到达顶点 现在失去理智被欲望完全支配 他不容置疑地将小月打横抱起 今天你们两个谁也不许走 在一夜荒唐过后 清醒过来的王斌悔恨交加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苗如云 偏偏系统还不忘补上一刀 提醒他千万不要故意压制欲望 一旦暴怒值超出灵界点 他就会彻底变成失望那种怪物 你妈 你特么这是什么流氓系统 总不能天天让我出去乱倒吧 王斌虽然嘴上骂得难听 可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 以后每天能左拥右抱简直爽歪歪 接着他来到客厅 将所有的黄金都收进空间 这时大助解决掉 今夜的所有手下后也赶来支援 刚登上最顶层 就看到王斌扛着两个妹子走出来 既然外面已经解决了 那咱们就赶紧离开吧 和大部队会合后 小月和苗如云还没有醒来 孩子们都满脸担忧 询问王斌他们是不是受伤了 王斌甘大一笑 没事没事 战斗太激烈他们只是累晕而已 另一边 今夜醒来后 发现满地的金砖全都被带走 心态顿时就崩了 还不等他哭完 庇护所的难民们已经打上了顶层 吃饭时间已经过了 你特么想饿死我们吗 今夜闻言当场暴怒 你们特么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叫板 我看是把你们喂的太饱了 明天开始就等着饿死吧 此话一出 众人全都陷入沉默 只要今夜还掌控食物来源 就能轻松拿捏他们 这是一个女人绕到今夜身后 原来这对母子已经完全感染变成了丧尸 还不会走路的婴儿瞬间飞扑到今夜身上 张口就朝他脖子咬去 军事面如死灰 完了完了 这下庇护所也不安全了 其他人见状急忙四散而逃 把今夜留给丧尸母子当食物 此时的王斌等人 已经重新找到了一座别墅当根据地 孩子们在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 但王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自从他们来到这里后 苗如云和小月就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王斌心中有愧 实在不敢面对他们 小月坐在房间里一言不发 想到那天王斌失去理智的样子 让他感觉一阵后怕 难道这才是王大哥真正的面目吗 这时苗如云鼓起勇气 想找小月好好解释 得知王斌和苗如云被今夜吓了样 小月眼中顿时泛起泪花 扑进苗如云怀里失声痛哭 两个妹子交心后终于重新冷静下来 小月眨了眨眼睛询问他是不是也喜欢王斌 他并不是怕苗如云会抢走王斌 如果苗如云愿意的话 他倒不介意多一个姐妹 苗如云却对天发誓 表示自己不会和他抢男人 小月看出苗如云心口不一 还想说些什么 可苗如云却捂住小月的嘴 让他不要继续往下说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就在两个妹子交心的时候 王斌正在房间里苦恼的炫着小麦果汁 李叔看出他心情不好 把王斌拉到阳台谈心 行啊 你小子厌服不浅了 一句话差点把王斌的CPU干烧了 我们的事您都知道了吗 都怪我意志力太差 对苗警官做出那种禽兽的行为 李叔却让王斌不用自责 他早就看出苗如云对王斌有意思 之所以没反对 就是他觉得王斌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而且在末世中也不用管一副一气耐烤 干脆全收了呗 王斌发现李叔越说越不正经 连忙摇头拒绝 李叔顿时就怒了 便宜都让你小子占完了 难道还想赖账 在末世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及时行了这个道理懂不懂 听了李叔的话王斌大受震撼 你压得怎么跟系统一样 逼着老子开后宫啊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他们两个妹子能不能接受 但现在他也没什么解决的办法 马上又到了回现实世界的日子 王斌只能深深地望向二女的房间 小月苗警官 我们下次再见吧 然而七天后王斌重回末世时 却发现别墅早已人去楼空 这下他彻底慌了 生怕大家出什么事 不过随后他就在餐桌上 发现了小月留下的信 原来是一支人类军队路过 要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聚集地 当时苗警官本打算等王斌回来 所以拒绝军队的要求 但对方的美女连长非常强势 他们为了不暴露手里的武装力量 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 王斌发现小月自立行间 已经原谅了自己 当即骑上摩托车 向他们离开的方向追去 与此同时的一间废弃工厂内 士兵们在外围时刻警戒 而聚拢来的难民则是在排队领食物 小月等人也在其中 虽然他们的食物充足 但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 也只能和其他人同吃同住 不过几天的观察下来 他们也明白这些士兵都是好难 因为军队这几天被失群袭击损失惨重 平民们却没有受到半分伤害 小月和苗如云商量一番 决定分给军队一半的粮食 如果需要战斗 他们俩也愿意出力 可连长赵强却不打算 把普通人牵扯进来 苗如云表示他曾经是一名警察 不管现在是什么市道 都希望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 赵强文言也不再推辞 收下粮食后向二女敬礼表示感谢 这是一群不知死活的混混出来挑事 中分头表示现在的米粥根本吃不饱 要求赵强把粮食交出来 不然他们就要动手鸣抢了 小月听到对方的流氓要求当场炸锚 掏出手枪就要绷了中分头 赵强赶紧拦住小月 表示这件事就让他来处理吧 没想到中分头竟然蹬鼻子上脸 嚣张地表示 只要赵强把他伺候舒服了 今天这事就算翻篇 此话一出赵强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侧身躲开中分头的咸猪手 随后一记肘击 差点把他的隔夜饭都捶出来 再抓住中分头的手臂使出过肩衰 将他狠狠砸进地面抠都抠不出来 赵强的身手立马收获两个迷妹 小月更是恨不得当场败师 而在解决掉刺头后 赵强转头向其他幸存者 说出军队的苦衷 希望大家再坚持一下 他们一定会把所有人 都安全送到聚集地 可到了晚上 守夜的士兵却突然发来警报 大批的丧尸正朝他们逼近 此时围栏外面已经聚集了 至少一千只 赵强见状权衡了敌我的战斗力 果断让手下带领平民撤离 如今他们虽然有地形优势 但火力却十分有限 只要干掉翻阅围栏的丧尸 就能坚持到大部队撤离 然而很快赵强就发现情况不对 因为丧尸群中竟然出现了 大批超级个体 不但能无视子弹 而且可以轻松突破围栏 仅仅一个照面 士兵们就伤亡惨重 就连身手最好的赵强 也差点被一巴掌拍死 这时小月和苗如云去而复返 帮助赵强死里逃生 在二女的加入后 成功用火力压制住 丧尸们的逼近 可是随着超级个体的加入 丧尸们全都像疯了一样 汗不未死的发起冲击 正当照强一筹莫展之际 丧尸群中竟被空投了一枚炮弹 剧烈的爆炸瞬间消灭掉上千只丧尸 小月面色一喜 能在牧师中搞出这么大动静 除了王斌也没有别人了 果然 一辆装甲车横冲直撞拐进士群 王斌满脸愤怒 感动老子的女人 你们特么都活腻了吧 但很快他就发现情况不对 士群中竟然还有尸王级别的怪物 而且还不止一只 按理来说 这种净化出智慧的尸王 只会单独行动 成群结队出现必有蹊跷 于是王斌立马用技能控制一名丧尸 扫描过丧尸的记忆后 他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是一只蛤蟆形态的尸王突然出现 给普通丧尸施加了Buff 才导致他们暴走 甚至连控制的丧尸都不听王斌的指挥 眼看装甲车就要被掀翻 王斌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对准丧尸身上的肉球发动控制 两个尸王果然停手呆愣在原地 王斌立马命令他们干掉其他丧尸 眼看狮王们回到狮群中大开杀戒 王斌一个飘逸来到苗如云面前 让他赶紧上车 苗如云气鼓鼓地扭开小脸 犹豫片刻后还是拉住王斌的手 王斌大喜过望按道有戏 苗如云却冷冰冰地让他先别逼逼 有事等解决完丧尸再说 王斌一脸猛逼地叹了口气 看来修罗场肯定还是逃不过了 随后王斌便驾驶着装甲车前去救援 对着丧尸一顿秃秃 轻松就解决了他们的危机 小月见后欣喜若狂地扑进王斌怀里 王斌心中有愧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和苗如云的关系 可小月却大方地表示他不会计较 如果王斌也喜欢苗如云 他倒不介意三个人一起生活 王斌闻言感动得一动都不敢动 生怕怒气直暴涨在控制不住自己 突然间得到双倍快乐 这谁能顶得住啊 就在王斌响如飞飞的时候 赵强上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希望能和他们单独聊一聊 王斌也想搞清楚对方的来意 只要不耽误他搬金砖 暂时和军队达成合作也不是什么坏事 几人分别落座后 赵强开始介绍人类驻地的情况 据他所知 现在的华国境内一共有五大驻地 都驻起高墙用重兵把守 城内还种植了大量的蔬菜 可以保障十万人生存 但现在的问题是 经过这次市群冲击后 军队的火力不足以保护这么多的难民 而王斌能弄来这么先进的装备 在赵强的眼里 他实力背景肯定深不可测 所以他提出希望能得到王斌等人的帮助 王斌文言也是松了口气 既然对方不打算打听武器来源 他也不会自找麻烦 当即表示可以配合他们一起出发 不过现在最让他头疼的 还是刚才遇到的两只狮王 扫描了他们记忆后见到的蛤蟆丧尸 明显是比狮王更高级别的存在 如果这个蛤蟆还能大量制造出狮王 即便是他也不敢保证能呼住所有人 就在王斌苦恼的时候 苗如云来到装甲车外想和他谈一谈 两人坐进车厢后气氛顿时陷入尴尬 王斌犹豫着要不要先开口打破沉默 苗如云却害羞地扭过身子 原来他是担心王斌睡在车里不舒服 帐篷里还有睡袋可以分他一个 话还没说完 王斌直接就要上去 苗如云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享受片刻温存后突然冷静下来 一把推开王斌 表示自己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王斌也懵了 这怎么和剧本不一样啊 他们都坦诚相见过了 而且苗如云刚才迎合得那么自然 明显并不抗拒他 苗如云满怀憧憬地问王斌 他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彻底把王斌拦住了 渣男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挡 苗如云见他支支吾吾不肯开口 委屈巴巴地让死渣男给个说法 王斌恍然大悟 原来他是想要的名分 当即表示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他都会把苗如云和小月放在同样的地位 绝对不会顾此事必 要是违背誓言就让他不得好死 苗如云赶紧阻止王斌继续说下去 在末世中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他的人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没想到王斌只是普通攻击一下 苗如云直接把大招就交了 这要是还能忍住 那可真就是禽兽不如了 可就在王斌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